一根十米长的玻璃管子 从美女的喉咙 慢慢一点点的插进胃里 然后管子的另一头 连接着两个容器 一边是82年的纯净水 一边是明年的浓硫酸 马尔让小帅选择一样 深入控制的小帅 只能无奈的听从马尔 选择了右边 随后马尔便打开了容器快关 这一刻 二翠的心情已经紧张到了嗓子眼 只见了白色液体 慢慢的顺着管子流下 一直流进了二翠嘴里 幸运的是 小帅选择了容器 流出来的是蠢净水 二翠侥幸的躲过了一截 可到了小帅这里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那50斤的硫酸 直接全干进了胃里 嘴里开始不停的冒出番茄汁 肚子也开始冒出热气 现场的惨状 只能用一个字形容 而这一切 正因为一款家喻户晓的游戏 真一化大冒险 一个月前 同学聚会上 几人玩起了这个游戏 当平时赚到大壮时 大壮选择了真心话 二翠问大壮 你最想给在场的哪个美女打针 由于大壮是个老实人 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牦妞 这一选 直接让牦妞的男友生气了 上来就是一个好游梗 就是这么一下 让几人走向了死亡的深渊 一个月后 大壮邀请五人来家中做客 直到几人来到大壮家后 才知道大壮家的实力有多大 光别野的面积 就接近了一万平米 随后 通过管家的指引 几人来到了别野后山的一个小木屋 接待他们的并不是大壮 而是大壮的哥哥毛孩儿 毛孩儿告诉几人 弟弟因为飞机延误 明天才能到达这里 并拿出杆子酒招待了几人 晚上 为了寻找乐子 几人又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游戏 可玩得正愉快时 毛孩儿主动把瓶子对准了自己 然后毛孩儿接下来的话 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马儿把五人绑在椅子上 准备玩一场真心话大冒险游戏 游戏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找出既明星骗的人 为弟弟报仇 刚开始 小车想离开这里 结果招到了毛孩儿的阻拦 小车二话不说 又想来招好友梗 结果直接被毛孩儿的一个加加布鲁梗 给干倒在了地上 二岁拿着啤酒偷袭 也招到了一个大逼抖 直到毛孩儿拿出AWM 对其中一人开了一枪 这才让所有人冷静了下来 可没想到的是 挨了一枪的男人 居然拿出了小灵通 想要报警 结果毛孩儿咔嚓又是一枪 我里跟酿了 无名指都给崩了下来 接着 一场惨无人道的游戏 就这样开始了 直接毛孩儿转动瓶子 瓶口对准了小帅 小帅选择了大冒险 结果 毛孩儿推来一辆小车 把牦牛直接放倒 用管子给牦牛的嘴撑开 然后再将一个塑料管子 伸进了牦牛的胃里 让小帅选择容器 一个容器装的是水 一个装的是硫酸 好在幸运的是 大冒选对了 接着继续转动瓶子 这次转到了二翠 二翠选择了真心话 最起码真心话不会闹出人命 可没想到的是 毛孩儿问二翠 下一轮应该拿谁测试 测一下 二翠顿时懵了 没有办法 他只好选择了小帅 此时小帅的心里 只想着一个字 接着 小推车推到了小帅这里 然后将他放倒 把管子给倒了进去 乖道 看着喉咙就不得劲 打开开关后 看着透明液体慢慢流下 小帅的心里 那是无奈又绝望 突然 小帅开始不停地嘴冒番茄汁 表情十分的痛苦 就这样 过了几分钟后 小帅彻底地领了盒饭 这时 一个男人出现在了门外 毛孩儿想骗男人进了 结果 男人对着毛孩儿 就是咔嚓一脚 然后掏出九块九的辣椒水 对着毛孩儿又是一顿喷 那手枪都掉在了地上 可惜的是 两人并没有趁此机会 捡起手枪 而是迟疑了起来 等毛孩儿站起来后 一把抓住了男人的手 上来就是一个撞球 然后一个小轻打 把男人给打趴在了地上 接着把手枪递给同伴 让他亲手解决男人 没有办法 在毛孩儿的威胁下 同伴主要选择了开枪 而就在同时 毛孩儿这次机会逃脱了束缚 从天桩中逃了出去 光着小脚丫 一路死马的速度 穿梭在了树林中 跑了整整五个小时 终于来到了别一里 可惜当他进入屋子的一瞬间 眼前的一幕 让他彻底傻了眼 我里更酿了 大壮居然没死 而是一动不动的躺在床上 从监控中看着几人 就在这时 管家持枪走了进来 称自己救下了大壮 突然 毛牛灵机一动 拿刀子挟持了大壮 并要求管家放下枪 然后撤出房间 看着大壮脖子冒出了番茄枪 没有办法 管家只好放下了自己的AWM 慢慢的撤出了房间 可就当毛牛拿着枪准备出去时 管家突然冒出 两人就这样扭打在了一起 而就在同时 毛二听着枪声赶了过来 朝着毛牛飞速冲来 然后勒住毛牛的脖子 来到弟弟的面前 让他给弟弟道歉 没想道完歉后 轻轻的用尽 成功送中了毛牛 而小梦屋里 二随和同伴已经从无逃脱 并且解决掉了坏人 可不幸的是 每当两人离开 毛一就带着弟弟返了回来 二随健壮 拿出AWM 一枪打倒了毛孩 本来再给一枪 这个游戏就结束了 可二随非要来到毛孩眼前 让毛孩有了反抗的机会 把二随给刺倒在了地上 二随慢慢爬起 抱着硫酸 一声大吼 光的一下砸到了毛孩头上 毛孩摸着脸膛的疯狂大叫 随后 二随把毛孩给绑在柱子上 拿出了一颗地雷 放在了大壮的手里 慢慢的走出了房间 随着一声巨响 这场惨无人道的游戏 终于彻底的画上了句号 齐齐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